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70%的游客全部换的上个古装 糖装汉服或者是抑郁服装 仿佛就是感觉就进入了大型抖音直播现场 过这里感觉还是确实还蛮有感觉的 就是换上古装之后很有那个feel 有非常多的这种摄影师可以这么拍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园里面租汉服 也可以在外面租汉服 然后换一套之后呢 就可以进来拍片子 然后进这个园是免费的 不需要不需要门叫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大家都喜欢有这个沉浸式的体验感 然后就换上一套衣服 然后自己拍些照片 有人逛一下 然后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旅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洛阳的新的景点 因为我小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洛伊古城 这两年才开始游的 非常感谢抖音了 10点的洛伊古城 游客还是洛伊古绝的 然后非常多的游客 今天只要还是一个礼拜一 比如说工作日 晚上还是这么多 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 我估计人比较多几倍 各种各样的朝代的衣服都有 但是以唐昭的为主 也有一些西域服饰 我觉得都不错 洛阳的十字街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半了 人还是这么多 然后这边就非常多的东西 你看有什么好吃的 你呢 你可以第一眼 贽贽贽贽贽吧 对 你也是这么多的 和上 Aristotle这么多 在来 和你们俩 else 还有一点 在 allein 水 海 买了两串烤面去 知道在国外他们都是gluten free 然后我们现在来点烤gluten 老外肯定不能理解 但是gluten真的很好吃 好香 我们早上来晨练了 来我们家后面这个舟山森林公园 你家的位置不错 最后就是这个公园 舟山森林公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首先这座山叫舟山了 另外它有东周西周时期三个皇帝的领种 在这边 但都不是特别重要的皇帝 但也是有皇家旗席的 我们先去感受一下 站在下面一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部分高兴区 还有洛南一些高楼 现在洛南都建起来很多高楼 早上的洛南市很多人还沉练 就环境还是不错 再坐几个深蹲 现在洛南是老板上的早餐打卡 羊肉汤 羊肉汤里面有什么呢 有羊肉有血 还有羊汤 羊汤是泡饼的 饼丝要泡进去 还没味道 羊肉汤是不用勺子的 不是用筷子吃的 把这个碗端起来 喝这个汤就行了 拿筷子吃的都是外面 把这个饼丝 泡到这个汤里面 泡一下 然后吃 吃完一天都骨头 对不起 很美味 大家好 现在是在我的老家洛阳 最著名的标志性景点 洛阳龙门石窟 最后就是 龙门石窟最著名的大佛 奉仙寺 鲁舍的大佛 基本上是洛阳的标志了 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现在是在 伊合的 东外 可以看一下 这样看啊 可以看到龙门全景 还很不错的 在这里 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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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 在这里 可以看 我看这些 都没有 很难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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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滴上去的吗 叫做烧了 发热了 它那个丝烧的 前程四顶 心想四成 他给你拍拍照 我们现在呢 是早上的八点钟 我们现在在洛阳的一个公园 洛阳的植物园 西园公园 这个公园就非常的有活力 有生机 有很多人在这边陈练 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们现在这边看一下 这些人应该是在 唱歌啊 跳舞啊 做瑜伽 我非常喜欢 中国早上的这个公园的 这种情景 非常的有活力 我们看这边在唱歌 成员 怎么会被夹着 拍摄 那我们在唱歌 然后就要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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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条我小的时候长大的一条路 这条路叫广州路 然后挨着洛杨的新领艺宾馆 然后以前我来练英语的时候 就这边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 然后可以很多人在这边练英语 很多外国游客 然后现在这条路已经改造成了一条步行街 然后是夜市步行街 也是一种网红打卡步行街 你看到这边有很多招牌 然后把它改造以后呢 就非常多的小店 一家一家的 然后就是改造成一个夜市的感觉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 因为有很多家小店 各种各样的小吃在这边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些 就是洛杨的一些常用语 洛杨话的一些常用语 对 比如说 这个叫斯跟着 斯跟着就是一起的意思 然后这边有一个 当然可能最经典的地方叫农下的 对 然后你看个小毛 小毛就是show off的意思 对 然后这个 这个词叫 这个词叫不劳盖 不劳盖其实就是膝盖的意思 就是膝盖的意思 乱话叫blogger blogg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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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能吃饭了 我们吃饭了 没有吃饭了 今天我们来吃饭了 吃饭了 我们吃饭了 吃饭了 我买了个烤鸡腿饼 实在是太好吃了 真是万物都会全饼 万物都可加磨 这鸡肉夹的磨里面一样好吃 以前只是肉夹磨 这个猪肉加过 这个鸡肉加过也很好吃 自然辣椒放起来吧 味道特别好 这个芝麻的烧饼 刚吃了大半做 超好吃 超香 我现在是在洛阳的一个最新的网红景点 也是非常多人来打卡拍照的隋唐洛阳城遗址 应天门遗址 应天门是在唐代武则片登基的地方 也是唐代去练接见外国使节的重要场所 相当于北京的武门 这个是这几年重新修建的 因为洛阳重新要见到隋唐洛阳城遗址 应天门就给人感觉特别的气势 恢宏 然后这边有特别多穿汉服的小姐姐来拍照 因为这个地方打卡特别出片 特别有感觉啊 整个这种唐朝的建筑 然后你可以换一套唐朝的服装来 换一个唐朝的 做一个唐朝的装造服饰 就是拍出来有那种唐朝大片的感觉 然后这里面还有表演节目就是唐公夜宴 非常值得一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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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照样有一天在相见